欢迎收看这一期北京人在立斯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转发并且点亮小铃铛 今天我请了一个嘉宾 我先介绍一下 是我们的华生会会长黄永杰 黄会长 此处掌声 今天为什么请黄会长过来聊聊呢 因为在我这个节目做这两年 来中两年吧 两年多的 我们呢 一直是我自己 包括我的女搭档啊 小玉那也回国了 包括丢丢 我们都是新移民 但是呢 我们新老移民是一家啊 所以呢 今天把黄会长请来呢 要分享一下什么事呢 就是因为很多我们这的华人观众啊 尤其看我们节目观众知道 很多要了解 那个怎么办税务啊 办财务啊 这些是 这些基本该普及的也普及过了 我们这呢 有华人的结构啊 我在节目里说过啊 大概有三万人 大概是这么多 有新移民肯定是不到一万人啊 完了很多 大部分是老移民 剩下小部分就不说了 留学生啊 工作不说啊 所以呢 我还真是没请过这个老移民 跟这个跟我们一起聊聊 就是他当年的经历 因为看我节目有很多在这生活的人 还有呢 很多是从在国内准备来或者刚到 他们也需要了解咱们这些情况 而且呢 我跟黄会长呢 我们在生活中啊 这是我的好朋友 好大哥啊 是 是 我们每周都会随便喝几次 吃几次 所以呢 他有很多经历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些老移民当年从国内跑出来以后啊 不能叫跑啊 到国外工作啊 生活 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啊 所以今天呢 就把黄会长拉过来 完了咱们一起听见黄会长 他这个二三十年究竟经历了哪些有意思的事 有哪些获得成功的事 有哪些痛苦的事情 包括心里怎么纠结啊 这些我们俩也之前也没对过 那我就提问啊 我先提问吧 黄会长 您是浙江温州人 这我知道啊 这我知道 您哪一年出的国 我是90年那年出来的 我是温州 但是也不是温州市区人 是温州的一个县级市 瑞阳堂上 是那里的 然后就在澳葡萄牙 90年到的葡萄牙 不是 90年出来是 那个时候是为了去欧洲 但是我的概念 欧洲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法国啊 意大利亚名气大一点 河南啊 但是后来居然就跑了好几个国家 因为没找到我能够安定下来的地方 然后最后就在法国待下来 一待就10年 10年 后来因为大社的原因就到了葡萄牙 这边这个 那是法国大社吗 葡萄牙大社 葡萄牙大社 OK 那个年代啊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法国是属于当地人称我们黑人 就是没身份 黑在那里 所以说迫切的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合法 欧洲合法的身份 然后葡萄牙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就跑过来 当年在法国的10年是不是也很辛苦啊 我那10年就真的是天生苦了都长了 而且像我的朋友啊认识的 大家其实华人都有那么很多的一些经历 这之间现在可以稍微回忆一下 就是说一些比较难忘的还能记得起来 因为时间太差了 说也说不清楚 主要经历的事也多 能说几件你记忆犹新的 比如说在那个头法国的10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最不开心的事是什么 就一样说一个 最开心的是就是说我们在法国 到了法国以后 我能把家人就带出来 然后在那团聚 老婆小孩 还有认识了一堆朋友 我们其实有时候很辛苦 但是辛苦并那个怎么说 辛苦并快乐 痛并快乐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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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我们特别懂得自娱自乐 但是实际上面我们生活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但是过去的还是会去 将来总会是好的 那也就是说当时是自己孤身一人跑到欧洲的 然后好几年没见到老婆孩子 是这样吗 那个时候这个话要从那时候出来的时候说起 那你说 当时出来的时候的动机是因为父母亲 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 怎么样 万字成龙 所以我现在家里的人我也取一个群叫万字成龙群 把老大东东西都搬过来 还算是一片苦心 但是他们实际上也不了解国外的一些具体情况 只是道听什么说 道听图说 图说这样 然后一看国外回来的就是油脂啊 他们其实特别争气 就看他们就是这个 一锦还乡 对一锦还乡 越来越加强了这种信心 所以就跑出来了 把我家的一个房子都卖了 那是 帮我出来 就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对 那会房外不值钱啊 就说那个时候房子不值钱 然后他把它卖了以后 现在你想想看房子升值这么高 对 这就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 比如说现在吧 我们有时候在国内吧 有时候也想买一个房子 像我们买的房子如果想卖掉 我老妈是一点都不同意的 因为他这个太后悔了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家里的房子绝对不可以卖 对 其实也对 然后那我问您啊 按您这么说 九零年就出国 一直待了多少年才第一次回国 那个时候出来本来我们四个个都想回去嘛 新系祖国 对 祖国啊 祖国也是母亲啊 我家里的母亲还有祖国母亲还有一些 毕竟是我们从小在家里长大的 很多的朋友 那种私乡的这种知情 永远都忘不掉 割不掉 对 所以一直在努力 哪里有大事我们就往哪里冲 就为了那个合法身份 对 那真是不容易 对 然后一直就是不成功 到了葡萄牙就十年以后 两千年大事 二十二年了 二十二年 没有 十一年的时候 两千年不是吗 我才回去 我九零年出来嘛 是 两千年来的葡萄牙吗 到今天都二十二年了吗 没有 到那个时候就居留有了嘛 就可以回去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葡萄牙已经待了二十二年了 待了 待了几年了 是 这个会长这个朴宇啊 是让我们这些新移民望尘莫及的 是蒙他们的 对 反正我是听不太懂 反正用我们北京话就啪啪啪啪啪的 说的挺溜 就落地生根了 因为这边毕竟也累了嘛 然后这边这个节奏比较慢 而且气候啊 各方面就人稳啊 葡萄牙对我们还是比较包容的 对 法国比较 那年 您也三十出头 两千年 风华正茂啊 风华正茂 三十二岁 是 这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 五十多岁 现在的天天刮胡适 那时候不刮 那时候不刮 不用刮 长一点胡适还帅 咱们的节目呢 叫北京人在里斯本 对吧 咱们就得说说 您在里斯本 这二十二年的事啊 那就是说 两千年来的时候 哎 到今天二十二年 你两千年来的时候 因为你在法国待了十年 对吧 对 那十年呢 我能理解 因为我在国外也不大生活了 这么也六年了啊 这六年呢 我有咱俩那边是朋友 我还有很多朋友 我还有我的工作在做 但是你在那儿呢 爱法国待十年是一定是有一些朋友资源啊 包括一些生意啊 或一些积累 你到了葡萄牙 你都没从头再来 所以我特别关心啊 我也不在 你也咱俩也没聊过这事 你来了两千年来到葡萄牙以后 你开始怎么生活 因为那会儿你肯定也不会说葡营 那你就从两千年开始说 是因为在法国那个时候 其实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 还是大都市那个首都巴黎 但是很郁闷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华人在那边 就是一个身份没合法化 而且语言不通的这个情况下面 就是天天碰到困难 然后法国人嘛 他就是也没有那种耐心去跟你去交流 有时候而且还会歧视 所以我们好像是变成是 二等公民 对啊 所以我到了这里以后 我就感觉我整个一个脱胎换骨了 而且非常的轻松 天气很好 再一个就是我呢 我们也是本能吧 喜欢把去一个新的环境里边 把我老的居住地一些资源 把新的地方联合起来 温州人的一个本性 老乡多 对 然后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资源 可以拉到这边来 我觉得可以试试 然后就我们这里呆了 比如说有什么资源拉到这呢 比如说我们在法国 我们都是从事服装行业啊 贸易啊 这边服装厂就是还很多没有 我还是第一个在这里开了一家 服装厂 然后也搞了一个服装贸易 服装厂就是制作衣服 就制作衣服 然后贸易就是卖衣服 卖衣服 然后这个服装厂做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一些配件 都是从法国意大利拿的 后来觉得不通畅就不做了 然后我就改行做餐馆 这边这几年 后来老白都知道了 现在的服装生意还在做吗 就不做厂了是吗 一直在做 不做厂了 就是批发 俗话说就是批发 就从开始来的那年做到现在 也做了22年 不过我要是这么理解 有在海外生活 独在欧洲生活十年 来到湖南亚换了一地 要比你刚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时候 要容易的多 是的 是吧 在欧洲朋友也多 对慢慢建立起来的关系 好来做餐饮这事 其实黄会长说我知道 其实我在之前在节目提过 就是你说那些开餐馆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有了观众朋友可能听过 有没听过 我想让您说说 您做这个餐馆的经历 挺有意思 从第一家开始说 我的做餐馆 第一家动机跟后来是不一样 对 那个时候因为是法国过来 法国有一种饮食美食 就是英文字母叫PHO 我们都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其实这个小吃是来自于越南 去过越南的朋友都会知道 它比较清淡 而且吃了会善饮 但是可以说要的馅料 然后我们在法国呢 就是有一段时间 可能可以说是蜂蜜了 这是属于越南米粉吗 越南米粉 越南米粉 就有一点类似于我们 那个云南那个过桥米线 我吃过 我去过越南 然后我就在这边开了一家 我自己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 就是非常不错 效果 在哪年 说到它叫19 19 2000 10几年了 2008年差不多 就是来这 来普代 8年以后开了这家餐馆 08年 那是奥运会那年 记不得了 那我告诉你 那就是奥运会那年 那还是现在这个地址吗 还是那个地址 没变过 没变过 一直是越南米粉 一直是那里 开了 就那条小线 我知道 那就是印度金 比较其中的那个地方 那个黄会长那个餐馆 在我们这叫马提木尼士 咱们中国人货航 对 有机会 这的朋友们可以去品尝一下 是是是 当时生意 井喷是吧 特别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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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后来 也是因为这个小吃店 当时生意不错 把我给害了 把什么 把我给害了呀 把你给害了 膨胀了 膨胀了 然后我觉得 我做餐馆 还是还是有一套的 有一套 有一套的 就是莫名其妙 就就就就就 就飘起来了 那其实开开玩笑 玩笑 就是在回归晋题 就是我呢 因为 很多地方都是好朋友帮忙啊 或者我们都是相互帮忙嘛 相互帮忙 那么我们也经常来往 来往以后我们会热情地去接待 如果说有一个自己的餐馆 接待工作就就简单了 而且也能省钱 而且自由 方便 所以我就这么一想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 我就搞了一个中餐馆 在一个里士坟的最最中心的一个地方 叫马拉克西宝堡 就自由大街 就这个 就这个吧 然后就搞了一个中餐 记得那个时候 叫一品江南呢 一品江南 对 就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 所以说 各行如各商 那我能问问 您当时那一品江南 我知道啊 一品江南 但是我没吃过 我没来过 小龙虾也没吃过 我没在吃过 但是我老婆来这吃过 他们以前在这附近上扑语课 说那一说好几年前的事了 来这吃过饭 那会儿挨这开了几年 那时候开了 不知道每年开起来 我自己也反正也没错 想有时候是不敢想 赔了多少钱 赔了反正是每年赔 每年赔 赔到现在 就是我一个朋友说 就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屡败 屡勇 就每年都赔钱 每年都赔钱 赔了 想过无数种办法 也从国内请了 等级厨师了 还是不行 那你觉得 现在这么多年过来 我补充一下 现在我们做了一地儿 就是一品江南的餐厅 但是现在已经不叫餐厅 不叫一品江南了 叫马拉德鲁 马拉德鲁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流氓餐厅 是流氓 翻译出来 如果是五个翻译出来 流氓可能是 就是我特意用Google Map翻译过 就是流氓 没有 那个 你们北京提一个鸟笼 比如说怎么样 那叫 就是那个北京大爷 也不可能是这样 就是一个 混了 它不坏 不坏 是这样的意思 那就是老泡三厅 好像是 是吧 可能吧 差不多 这就挺好 咱老爱这儿聚 我都吃了你多少龙虾 你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其实这个中餐 我总结了一下 是什么原因 一是我们华人毕竟少 对 就是最大的群体 他不懂得吃我们的中餐 对 就是这种隐私方式 我们没有满足它 对 如果说我们做以前的那种 西化的中餐 而且变化不多 嗯 就说像补肥啊 补肥就是自助餐啊 自助餐 哪都有 哪有 它也不可能跑到这里去吃你的东西 东西都一样 所以 我觉得中餐 这个 我们还有待遇去 去想办法去把它给 这个推广 改良 对 这个跟观众们说啊 如果不管是现在在这生活的 还是将来要来过来生活的 要想做餐饮呢 一定要 这个着力点要在本地人 你要只是做华人的生意 就死定了吧 就算是应该 也不死定 就是反正就挣扎了嘛 对 这个消费群不大嘛 消费群不大 因为你看 你说 你先说 你看 就是在我在马德里吃那火锅就那么正宗 对吧 叫小龙坎 小龙坎 对 就跟在北京 不是就跟在成都吃一样了 一样的 你说咱俩就聊天说 咱把那小龙坎的调料 包括什么装修什么的 挨这开一个 咱们这个餐厅的面积就不小 我告诉你开起来还是没戏 还是没戏 因为我去那吃饭全是中国人 因为人家人口基础大 想吃这个 你就做中国人生就OK 咱们这你要指这中国人 因为你看咱们 里斯本大区又多 老城区的一部分 世博一部分 卡斯 新特拉 大家分散 而且 就像你今天跟我说 我的餐馆也有一个问题 也是车位不好找 对 你这也不可以一样 也是不好 根本没餐位 根本就没餐位 所以这个都是要小心能注意的 然后您再说说 除了这个逆品江南到现在这个转型 现在我就转型还不错 因为现在黄会长的餐馆 还有什么歌手来唱歌 周末紧热闹 您说说其他那餐馆 那叫谁了是那个 当时怎么个想法怎么够 天天失败 摸出了十几年 我多少也摸出了一点点门路 所以现在后来通过疫情 然后我们华人旅游就停了 你没办法 你得面对本地人了 那么我就把它改成铺仓 在做铺仓的过程当中 就是直接跟外国人打交道 我们才了解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 哪些东西他们能接受 哪些东西不能接受 就很多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给它供仓 它这个顺序各方面 就是先上哪个菜后上哪个菜 这都有关系 这些都是以前都是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 所以要融入当地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对但现在吧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摸清楚一点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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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一个一个文化以后 我现在发现我又吹了 我感觉有时候做的一些东西 就是他们都认可 就是他觉得你这个东西就是跟平时没有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以前是中餐吧 你一个菜单拿过来 它里面菜一百道 一百五十道 对 然后而且他没有一道他能看得懂 你难道怎么选 就没法翻译 你说公报鸡丁怎么翻译 对啊 你点餐也不好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下来 他的一些 比如说外国人他喜欢一个 一人一个餐 有面包 前餐 比如说然后有那个餐里边 盘里边 有生辣菜啊 或者是吃饱的东西啊 然后还有主食这样 他是混合起来 那我们没有 你要点一个菜再给一个饭 然后他点了一大堆 其实这个价位也不便宜 也不少钱 这很多的一些东西 就让他感觉有的人还觉得我还不懂吃啊 我没法吃啊 这个不方便 因为他跟咱们那个中国人的习惯不一样 对 上八个菜 你加一个这个 我加这个 他们觉得很奇怪 是是 我觉得这都是黄会长用亲身经历给咱们分享的啊 您说说这二十二十二年来啊 就除了你做餐饮 还有什么你认为有意思的事 说那么一见到两见 完了我还会问你两件让你很不开心的事情 不管是其他生意也好啊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 先说开心的事吧 开心的事是我们本来来这里也非常已经非常开心了 有时候就是人吧 可能是到了这个大西洋大陆的最西边 最西边 然后最西边就华人很少 现在这个葡萄牙旅游一开放 国内啊 其他国家的一些华人熟的朋友啊都过来 然后我们觉得他们那么远过来到这里 我们觉得特别的心情又特别好 再加上这几年因为一些新移民 他一个葡萄牙一个环境政策是吧 对一二年开始 然后来的特别多 十年了 那我也认识了好多朋友 比如说我 比如说他 对 而且他们来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不是开商厅 就是缝衣服 然后做贸易 每天有很多工作 就是这样就没有那种多元化 那现在好了 这一批人一来做什么都都有 就整个一个我们接触以后 就是通过交流啊吃吃饭啊 就脑子打开 增加了就是我们网络上是长知识了 因为确实是你们在国外这些年 也是中国飞速发展那个二三十年啊 对 所以有一些新鲜的东西 你看就像咱们就拿餐饮这事说吧 你说我都出国那之前那些年 那外卖就是那种外卖小哥呢 已经很发达的一塌糊涂了 是 这不是最近也就是说这个疫情以来 葡萄牙才把这事开始做 是 我记得头不用说头三年 我都没见过那事 是 所以它是个消费方式 也不一样 但是慢慢慢慢也会往那个方向去走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嘛 是吧 是是 所以说就是新移民跟老移民在一起 呃 我们学习老移民按照的生活经验 学习他们这个 当年的那个勤奋啊 这是咱们的老移民 我敢说无一例外都是勤奋的 习惯了 习惯了 没办法 习惯了 我现在就说不像厨房搞起下 我觉得很别扭 对对对 黄会长 你别看这么大老板啊 自己做的 我不说先说他中产啊 他做的西餐做的很好吃 那我觉得比很多外国的厨师做的好吃 谢谢黄会长 确实是 这个是在我 增加谢谢你 对对对 是我们这些咱们这帮生活中的朋友 我们一起吃 我觉得这真挺好吃的 因为我不是科邦出生的 所谓每回每回烧的东西味道都不一样 反而还有就是兴趣感 是不是 对 还有说我就说啊 咱们这新移民老移民 我们学习老移民的勤奋 还有那个老移民跟我们在一块呢 也听听我们说说 就是他们缺失的那段时间 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们其实还是挺有的聊的 而且有 但是我知道有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啊 说新移民新移民怎么样 老移民老移民怎么样 其实我接触下来啊 你说我是新移民 咱们这一圈新移民很多吧 但是我可不认识你一个人啊 是 我就不提示谁 你都是大家 是是是是 我们在一起啊 我觉得啊 相处的挺好 只是我跟黄会长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普通话说的比得好 我打断 我打断一下 前段时间好像听到有人说你一些什么事情好像 我就说这意思嘛 这个华人在国外得团结嘛 至于您说那件事呢 我就懒得提 就是就是苍蝇嘛 在你边上飞 我连打都懒得打他 就打得我先脏手 因为这个网络呢 是一个公开的 有人想说你就让他说嘛 对吧 我也同感 就你理他干嘛呢 是是是 说远了说远了 不说他干嘛呀 不说这事啊 那个我觉得还是咱们注重就是新老移民 我们在一起一起吃饭喝酒互相帮助啊 比如说你看 包括我跟会长之间啊 就说因为可能看过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不也开餐馆了 其实很多事需要学习 你还记得我给你打电话 这煤气灶我不会使 因为按转中国人的理概念是 你只要那气一通了一拧就开 自动打火 后来我发现得拿一个 那个点那个这个灶眼边上一个小孔点着了 我点这个点着了 我还得预热 我都不会 我这当时我这要怎么弄 我就给黄卉阳打电话 他说你现在点潮了 在预热啊不是 还得把风机开开 是是是 你要不你说你听说过吗 开点开煤气 必须得开通风机 可以来安抢气 是你说这就是生活的经验 包括我们像咱们谁有事啊 包括咱们的朋友搬运工不是也是吗 有一个组织 我们小组织啊 就谁家有事 我们大伙都去帮忙 包括咱们前一段时间那个 不提人名了 谁喝多了 我们赶紧去喝多了 睡浴缸里 咱们也得去关注观众 对吧 对吧 有我们新老移民在一起 还是处得挺好 咱们再接着说吧 刚才说了这是有意思的事 有没有什么这22年 有没有让你特生气特错误口的事 特生气 你讲的是我现在就是说你要特别生气的事 我也能把它搞成就不生气 现在还真是有一点 境界不一样 境界可以了 境界可以了 毕竟呃呃呃呃呆多年国外 我们有时候就是碰到一些事情就无能 无无能叫什么就就无能为力 就没有人能够帮你 就很多人就是看起来是很普通的 但是就没办法去帮你 呃呃 像我们比如说在我就讲法国吧 我被警察都抓到呆过不知道多少次 那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在那边就是打工 他们的那个说法是经济犯罪 打工怎么叫经济犯罪呢 比如说我们租一个房子在家里 买几台缝冷机去缝衣服 缝衣服这就不行 这就不行 而且你的工作时间 你必须要八个小时 或者我都黑人了 我有什么时间 而且有时候我们因为一个人 你可能就很多的东西 这个概念可能一下子 我说你还不明白 就是我们缝衣服 就是说是加工厂送给我们 加工厂送给你 财经厂财工厂送给我们 因为我们家里缝 就是一个人他不可能会送 我们必须要几个人组合在一起 在家里缝 他就认为你去可以开那个黑工厂 然后你们工作十几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他就觉得你肯定有个头啊 你这个头就是剥削工人 然后什么队面都往你头上 帽子往你头上带 结果也因为这个事情 有一次我也给呆了 因为都是好朋友在一起嘛 我们租了个别墅 这里缝衣服 就呆了 呆了以后一进去就三个月 在里头进了三个月 老婆孩子在外面 你说朋友想帮你怎么帮 你这没得帮啊 没得帮啊 然后出来以后 他还要送你钱送去中国 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风靡 不是风靡啊 就是流行 警察也流行了 打一针麻醉了 就把你送回去 给你打一针麻醉 别人都打 但是所以我们其实也这个也惊艳嘛 什么叫打一针麻醉 就打一针不让你睡着了什么 对 因为你回去 大家都不同意回去的 我必须因为我的家庭在这里 我怎么回去 而且回去也不好被家人交代啊 然后你要不同意 他就打就麻醉 给你麻烦了再往国外送 对 两位警察在国内机场交接 他就回来 还有公司 哎呦 我们其实也懂了这个了 所以开始问的时候问我啊 我说他说愿意回去 我愿意啊 但是到了这个机场门口 我就不愿意了呀 然后他没办法就再带我回来 通过上法庭就这样出来 也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一个经历啊 就是真的没办法 所以对对对 尤其你说咱们华人在国外语言还不够好 是 然后又因为为了生活 你不做这个工作又没办法 完了把你 我第一次听说啊 还我没听我听说过遣送回国的 我没听说还可以打一针呢 我这听着让我真是初步惊心 哎呦 这种经历我这一半都没听过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必须有的事情必须预防 到那一刻来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我就觉得必须的团结 必须预防 有时候 你懂一些 我有些不懂 他懂一些 有些不懂 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 对 透过每个人的力量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这是非常要求 对 因为在这个有人老说一句 其实并不了解咱们海外华人的一些话 你说外国人在国外 中国人跟中国人斗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 但是也有刚才博士也提过 也有的 仓佣那个 就干魅的良心的事 那不在咱讨论范围内 大部分还是说互相帮助的 对 你要做事情 比如说 我们其实平时有时候也 也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 人无完人 我又想 我做了不对的地方 我的感觉 要不然我怎么面对朋友 我得面对别人 是 对 人无完人 对吧 刚才会长聊了聊这些经历 确实是 我就相信 我没听说过观众朋友更不知道的事情了 那一说这事 那我得问您几个别的问题 就是当年就 就怎么就想就得出国呢 就非得出国吗 那时候出国是因为 其实网络上都有 大家其实现在都了解 温州人嘛 就是普遍这个读书这个读的不高 程度不高 基本上就是初中啊 或者是小学啊 毕业啊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父母亲也想让我们有出头 所以就尽量想办法帮我们设计一下比如说将来的这个前途 那我爸妈就是我说我的啊 我知道 我爸妈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也有一些很远方的亲戚嘛 嗯 他们以前因为瑞士们呢 就是以前出国了 然后回来疫情乡 他在说疫情还乡 疫情还乡 特别的不错 他很羡慕 嗯 再加上我们那边也有很多人出去 我的旁边有一个叫利奥 是个桥乡 出去都不错 出去都不错 但是他不知道出去的人 他有一种 有一种这个动力压力 你出去以后你必须的疫情还下 要不然你就别回来 你就 然而瞧不起 瞧不起 没面子 没面子就拼了 就退路没有了 所以有一种这样的动力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成功 破釜沉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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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父母这样要求我出去 但是虽然说他心里也舍不得 但是也是为了为了我们家里着想 那我呢 自己个人那个时候也是经常出去我们去跑跑 业务啊 卖卖东西啊 我也喜欢跑 那么一想到如果能跑到国外去 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利用 我都不分讲那个语言 感觉就刺激 兴奋 兴奋 还能以后还能把家人都带出去 我又抱着这种幻想 期望 到了呢 现在就没实现这个父母亲的愿望 不 你实现了 你可以 你可成功 OK 我出去啊 就这样 然后我妈就 我父母就找人打听 就找了一个机会 我就开始出去了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这个事情 这一辈子 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就上了那个公交车啊 我们出去还是公交车的那个时候 是 有点激动啊 大警没事 您说 这个我妈就是在后面就去 就跑着 就追 嗯 是我那个那个 现在你 我现在都五十多岁了 简直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更严 没事 你说 那 那种东西是 嗯 这种 无法用语言表的 这种像那个画面 我相信啊 是您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所以当时 当时就是 记忆深刻 一辈子也忘不掉了 是 一说到这儿啊 会长这个回想起 三十三十多年前啊 很激动 所以咱们把话题聊得轻松点吧 是是是 因为分享点生活经验啊 如果 咱这个节目它不是一个 那个 累点很高 所以咱们聊点开心的事啊 呃 会长一直低调 说很低调 说我这个屡败屡战屡战越勇 其实啊 大家有的人不知道 我是知道啊 包括我们的很多朋友知道 会长啊 黄会长 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啊 很成功的商人 他另一个身份呢 叫 华商会会长 这事呢我一直就没问过你 为什么你是这会长 我不是这会长啊 为什么选你当会长 你给我们讲讲说不可以 这个也是这样 就是前面介绍 就是我们在这边有时候就碰到一些问题嘛 人生地不数 人生地不数 然后有一批朋友能够抱团 就相互之间帮忙解决问题 我们就抱着这种想法 就组成了一个会 那么组成会以后 他也是无形当中啊 我就做了会长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啊 呃 都是朋友嘛 总得有一个人去 去 去 去张罗事 对 嗯嗯嗯 就这样 这是哪年的事啊 我是 我们是 呃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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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个会员 因为我们在这个就会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帮了做了很多有自己感觉有意义的事情 是 就是有一种叫成就感吧 嗯 你说呃 家乡就是像这个疫情一样 我们这边就发动起来就是送东西的送东西 有能力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用口罩的用口罩我们这个这个就很很快乐 就做这些事情 对 也很值得 嗯 那这个我就听明白了啊 后来这个会就一直这么长时间十几年过来了 一直是大家还比较团联啊 对 以后我争取加入你们的会员啊 哈哈哈 不收是吗 哈哈哈 是是是 收啊 收啊 我也真不收呢 嗯 嗯 像像像我去举个例子啊 其中有一次 比如说我们一位华人 对 虽然是我们是移民 但是也是不允许 所以这个报团就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对对 因为我们在这边也把华人组织起来 我们要发点声音出去 只有华人在就抱团发出的声音 他们才能才能当回事 众人食材火焰高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强规的一个作用 好 那再问你一个问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众所周知这场全球的灾难啊 这个两年多了啊 对您的这餐饮业也好 包括你的生意是不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 就是我们餐饮业这个冲击最大 这两年多吧 就我就把口袋里的钱全部都都添进去了 没办法那会儿不营业啊 是 而且他是一会儿营业一会儿不营业 但是他的租金办还是得付 国家的一些税吧还是要付 然后员工你也不能让他停下来 不能辞退 不能辞退 所以那时候我们吃饭 我都一点时间都没有 因为我要必须轻身轻力 对你很多事情都自己 我能少教级员工就少教级员工 所以这段时间也过去了 现在过去了 但是现在每天确诊的数字也不少 只是咱们不关心这事 现在也不管了 我跟会长都是喜洋洋俱乐部的成员 我们都是都是康复者 所以也有没有说的那么邪乎 但是今天咱们不讨论这些事情 跟这没关系 行 我被跟黄会长又聊了得够一个小时 我也没看表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这三十来年的海外生活的经历 包括他的做生意的经历 包括遇到那些工作中可怕的事情 包括说刚才被毙了那件事 也还聊到了我们这个华人在一起 应该团结的事情 要做正义的事情 我们聊了很多 也感谢黄会长做客我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 那就祝您身体健康 完了咱们就一会把酒喝起来了 那聊半天了 再次感谢黄会长 您跟观众打个招呼吧 是 我就觉得我好朋友老白说让我谈谈 我是个温州人 就是语言不太行 人家说走遍天下就发温州人讲普通话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大家了解一下 虽然说不清楚 但是多少也能了解点 特别是还有一个我从老白的这个节目里边 我想管大观众一样 跟我从他那个视频里边 也会了解很多的一些东西 省了很多时间 这个非常感谢 好 那就谢谢黄会长 也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世界是守恒的 男女 黑白 天地 得失 英雄与魔鬼 正欲与邪恶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讲了一起的真朋友 以为力是足的假朋友 在里斯本的这些年 命运又安排了我与这里的很多朋友相遇 我们一起出海钓鱼 打猎 烧烤 谈人生 带孩子 大家一起为了下半生还能遇到相见甚欢的朋友 暗自庆幸 我们在一国他乡彼此帮衬 曾经做过演员的我 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 更喜欢那些鲜活有趣的角色 任务 亲自转贯 图 团员 感谢观看